只要能够学会放下 我们就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 我们常听闻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极乐世界并不在西方也不在比方 我们若有认知一个要去的方向或目标 就有了我的指见 因为你后期就要回来 有去就回 哪里有解脱 你知道吗 断生死就是不生 没生没死 我没生也没死 这就解团了 所以在地监都不对 都没解团了 明明来说无货 无胸 无货 内盘 无我就是要舍弃对自我的执着与认知 修行本来就是要打破对旧有的习惯与思想上的认知 若执着于来去净土和生与死的对照 就难得到真正解脱 法界新闻五庸区屏东采访报道